这个女人叫小美,这个男人叫小帅 她们是2021年上映的科幻怪兽电影《戴蒂罗·B.S.Kong》的主角 这部电影由亚当·奔加德指导 是传奇影业《怪兽宇宙》的第四部作品 讲述了两大巨手格斯拉和《金刚》的对决 以及人类在其中的角色 电影开始于一个和平的金刚机械地骷髅岛 小美是一名科学家 她与养女吉亚·凯利霍特尔是一起研究金刚的行动 与此同时哥斯拉突然袭击了 佛罗里达州的彭扎克兰摧毁了雷凯克公司的一座设施 令世人感到恐慌和危险 为了应对哥斯拉的危险 《黑派斯公司》邀请科学家小帅参与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打算利用金刚引导他们进入地球空心一个传说中的地下世界 以寻找可以对抗哥斯拉的能量源 小帅联系了小美 提出将金刚转移到一个新的安全地面 在一个巨大的运输舰队护送下 金刚被转移到南极的入口 以进入地球空心 在航行途中 哥斯拉感应到了金刚的存在 突然袭击了舰队 两大巨疏在海上展开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 虽然金刚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但最终还是被哥斯拉压制 人类不得不装死 关闭所有电源才得以摆脱哥斯拉的追击 金刚在南极的入口处被引导进入地球空心 小帅和小美紧随其后 地球空心是一个充满奇异生物和巨型植物的神秘世界 在这个地下世界 金刚找到了他祖先的遗迹 并获得了一把巨大的战斗 里面约含着强大的能量 与此同时 Ditec公司的C6西蒙斯斯德米安比奇尔是和他的女儿玛雅 亥莎刚萨蕾斯是试图利用地球空心的能量 来制造一个更强大的武器 在地面上 哥斯拉继续攻击Tex设施 揭示了公司的真正计划制造机械哥斯拉 迈克·嘎点 机械哥斯拉是由Tex公司利用基多拉的残骸和地球空心的能量制造的巨型机械怪兽 科斯拉感应到这一威胁 发起了对Tex公司总部的攻击 在香港 哥斯拉和金刚再一次相遇 展开了一场史诗般的战斗 哥斯拉凭借他的放射性吐息占据上风 但金刚利用他的新武器带有能量的战俘 与哥斯拉激烈交锋 最终 金刚凭借智慧和勇气击败了哥斯拉 但两者都身受重伤 就在两大怪兽精疲力尽时 机械哥斯拉被Tex公司击毁并失控了 机械哥斯拉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轻松压制了哥斯拉 小美和基亚成功说服金刚鱼 哥斯拉联手对抗机械哥斯拉 在合作下 金刚用战斧破坏了机械哥斯拉的核心 最终摧毁了这个机械管兽 全任斗结束后 可斯拉和金刚达成了默契 可斯拉返回了海洋 而金刚则回到了地球空心 成为这个神秘世界的新王 人类开始重建家园 故事在一片希望与和平的氛围中结束